各位媒介朋友, 要大家等久了一點 我們開始等了 開始之前, 請媒介朋友幫一個忙 因為是應家屬的要求 懇請大家在稍後報導這件案件的時候 不要提出受害人的名字 建議可以用香港女子在台灣被殺案的受害者 和她家屬的身份 因為家人不想再有受害者的名字 在媒體那裡被廣泛報導 希望大家幫這個忙 因為這件事都是一個很大的事 希望大家幫這個忙 謝謝 我們開始了 今天的記者會 今天的主題是 尋求公義移交逃犯安排的記者會 大家傳媒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剛剛保安局向立法會發出文件 建議修改現有的刑事事宜 互助法律協助條例 簡單來說 就是修改現時的逃犯移交條例 讓香港和未建立逃犯移交的地方 有一個較為合理的安排 也都有一個過渡的安排 就是香港可以根據香港的法定程序 包括經過法院審批 用個案的形式 將逃犯移交去到相關地區 就著這個建議 民建聯表示支持 我相信大家都記得 去年年初 一位香港女子 在台灣遭到她的男朋友 懷疑是殺害後 被棄施台灣的慘案 案件的嫌疑犯 她是回到香港 但因為過去一年 沒有司法互助的安排 嫌疑犯依然不需要移交回台灣 而香港是受審 相信現在這個進度 令到家人、香港人 以至台灣的朋友 都感到非常難過 其實在過去這一年 家屬以至我們 都是多番要求特區政府 盡最大的努力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底下 尋求可以將逃犯移交 或者將疑犯移交 因為我們相信 這樣才是讓公義 可以彰顯 我們亦都期望 透過保安局 向立法會提出這個修例的建議 可以堵塞現在這個流動 因為大家想想 如果香港是同一些地方 因為沒有逃犯移交的協議 或者是疑犯移交的協議 讓疑犯可以留在香港 成為逃犯天堂的話 這個絕對不是可以彰顯公義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希望 立法會可以同意這個安排 亦都特別是就著這個案件 亦都希望公義可以彰顯的 我將時間交給受害人的媽媽 她有些說話想跟大家說 謝謝 雖然這女兒已經被殺了差不多一年 但是我和老公都接受不到這個事實 因為其實她很孝順 我們都很疼她 和家人都很疼她 她在學校也很乖 老師也很疼她 現在我經常都會想起 一末末冷血殘忍的情景 那些兇酒 怎麼去拉劫 雲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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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施在荒野 給野狗去蒙食 師骨都不全 在這裏我心裡真的很痛很痛 我每晚都睡不著 現在仍然攝奏那個心理輔導和看醫生 現在唯一的可以幫到的女兒就是 幫她討回公道 沉冤得雪 早日安息 所以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將顯公義 來做這個司法互助 和遣返這個殺人犯到台灣 而且這個兇酒真的太過冷血和殘忍了 哈哈哈哈哈哈 好啊 周浩鼎議員一直都在跟進這個角色 我看下周浩鼎議員 請多補充 好 好 麻煩 那在這裏可以跟大家講講 就是 目前大家看到我們現行的法律制度 是有一個漏洞 正正就是因為台灣地區和香港是沒有這個移交的安排 所以令到這件案件裏 那個司平的兇手是可以 未能夠去接受在台灣方面的那個審判 那為了要彰顯公義呢 我認為這次特區政府 就是能夠做這個 就著這個個案 去踏出這一步去做這個安排 我認為是彰顯公義的第一步 那稍後呢 在立法會呢 因為都會審議相關的安排 那我們都希望 能夠可以得到立法會裡面的支持去處理這件事 但是最重要呢 我都想要跟大家講就是 這次的安排呢 的而且確是會 將來就算做的時候呢 都是有法庭的監督的 因為做這些個案的申請 簡而言之 我簡單的說就是 也都不是政府 講完就是完的 也都是需要法庭去做那個審批和監督 那所以呢 是稍後呢 如果這個 就著這個個案 是能夠做到這個 現在的安排 也都是經過法院的審批 認為可以的話呢 我認為就是真是為家屬討回一個公道 也都是為我們那個整個司法制度 是有一個 再進一步的完善的地方 那我覺得這件事呢 對於我們香港來講呢 是十分重要 也都對家屬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我暫時講到這裏 看看記者朋友有什麼提問 請問一下如果今次收了禮之後呢 就好像剛才所講 就是台灣的這個國安 那會不會說都可以追溯回 就是都用回這個新的安排 令到一個檢疫人可以被送到台灣去收集 我回答 根據我對這個法律上的安排的理解呢 就是每一次 就算我們今次政府做了這一步之後呢 在往後都是用個案的形式去做安排的 因為首先大家知道 其實香港和台灣本身呢 是沒有一個長期的司法互助 或者長期的移交協議的協定的 現在香港根據了解呢 是跟二十個地區有這個 所謂逃犯移交的簽定的安排 這些是長期的協議 但是呢 如果你說香港和台灣地區本身呢 是沒有這個這樣的安排 也都是沒有這個簽定的協議 那所以呢 現在今次的政府 特區政府做這個安排之後呢 日後如果就算有任何的個案 都是繼續按個案的形式處理 就好像今次那樣 那簡而言之呢 今次的個案處理呢 就是特區政府 他會做一個相關的指令 然後呢 在法院呢 會有一個申請和審批 就是我剛才說的法庭一個監督 因為現在都是有一些限制的 那所以呢 法庭再做一個審批 那如果法庭也是批准了呢 那就會做這個移交 但是呢 我們謹記呢 每一個呢 都是個案的形式去處理的 那我希望解釋到這件事給大家聽 是 是 日後真的收了禮 那今次的這個案件 可不可以將個業議人送家去台灣收集 你說現在這件個案 是 如果按照這樣理解就是了 我們了解過 是可以處理到這件事的 是 是 因為它是個案形式 那就不是追索力的問題 是個案形式 因為過去法例呢 其實都是有個案形式的安排的 只不過由於相關的要求呢 就要將那個案件呢 就要公開 那所以過去是沒有引用過 那現在只不過將這件事呢 修改 令到法庭是把關 那所以是 我的理解就是這個個案 如果法例通過呢 這個個案是可以處理到的 或者我再補充多一點點 因為剛才同事都有問到那個 可能是追索力的問題 我就同意啊 李主席剛才說呢 因為呢 這個是一個個案的安排 這個個案的安排呢 我們可以這樣看的 就是說呢 首先呢 我們在香港特區政府 做了我們要做的這一步 那然後呢 就再有一個動作是要做的 其實香港要和台灣 地區方面呢 是要就著 是就著這一個個案 去做一個移交協定的簽定 這個是就著這一個個案去做一個簽定 那因為這件事的發生呢 其實會是在我們做了這條條例 就是生效之後 然後才會做 所以嚴格來說 你可以看到呢 就是條例生效之後 然後香港特區政府 會和台灣地區方面呢 去簽定一個就本案件做的移交的決定 然後去引用回去處理的 所以可能這個講法 可能解釋到你剛才那個 追索力的那個問題 看看有沒有其他問題 其實我們跟局方了解過呢 其實因為今天發出文件 總體接下來 星期五的保安事務委員會 局方就會去說明文件的內容 那麼香港立法會 修改法例都是有我們的程序 那麼跟著需要成立 相信需要成立 小組委員會去審議 那麼我自己的期望都是盡法 因為事實上這件事已經發生了一年了 那麼公義延遲彰顯就是不能彰顯 那麼其實大家都明白一個案件 嚴疑反月池移交的話 對於查案或者其他方面都是無理的 所以我們都很希望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所有成員都明白 今次的修改其中一個原因 那個觸發點當然是這個個案 也都希望可以盡快 是完成相關那個審議程序 令到這個個案可以啟動那個移交 是 這個或者我說 這個或者我回答一回答 根據現行的香港法律 大家可以看看 現行的逃犯條例裡面都說得很清楚 因為剛才我說的那個法庭監督就是這樣 因為在法院去受理這個是否移交 它是需要考慮一些因素 這個因素就是一些對移交的限制 例如移交絕對不能夠牽涉任何的政治罪行 絕對不能夠因為政治的意見 種族意見或者宗教意見 而衍生這個移交的 所以這個方面我們看到 法庭根據現行香港法律 或者我們看到的普通法的法律裡面 是有足夠的保障 又例如舉個例 就是法庭對於移交裡面 要受到人權的保障也都舉個例 因為我們普通法裡面有一個基本原則 就是一罪不能兩審的 所以這些也是在法庭考慮在內 在移交的時候它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 不能夠違反這些人權的原則 但是再三講就是如果有人提出剛才的質疑 就是會不會牽涉到人權的問題等等 首先我都是說因為是法庭把關的 法庭也都根據香港的普通法裡面去處理 也都這個移交是絕對不能夠牽涉任何政治的罪行 政治的意見 種族的意見 宗教意見等等 所以這方面我覺得是有法庭的保障 我們都會有信心的 OK OK 我們看到聲明有與努酬 Ovendors Ordinance, the jurisdiction of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ordinance. And because of that, we cannot do any surrender of the offenders back to the Taiwan jurisdictions. And right now, what the Hong Kong SL government is proposing is to fix this loophole. So if they fix the loophole, then we will be able to surrender the offender back to the Taiwan jurisdictions. And of course, this i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from the court, because as I said, the court would monitor the entire procedures and make sure that the surrender itself would not be against the human rights principle. The surrender itself must not be relating to any political events, must not be relating to any political opinion, race opinion or religion opinion. So I think this is all safeguarded by the court. But what I believe is, because we have this loophole, and we need to fix it. And if we fix this loophole, then of course, the justice will be done, especially I think we owe the justice to the victim's family. I meanano Ana Ok No No Just No Not Not No Not Let No Not No You No You You 理論上這個都是跟回台灣的法律的 但是大家都明白了 所有案件越遲去調查 越遲去開審 越遲去審理 其實越難找到證據的 或者證據也容易消失的 隨著時間 所以其實事件已經發生一年了 現在的公義其實就是看不到的公義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用一個理解的心 去了解從受害人的家屬出發 大家都會同意 其實已經遲了 我們希望遲來的都出現了 那都是一個重要一步 希望立法會各黨派的議員 都看出家屬的心情 也都是事實上 我們都不希望香港有一個漏洞 成為逃犯的天堂 因為當然今天一中都嚴多 我們都不能夠排除將來有沒有其他的個案 我們也都有合適的把關 特別是有 剛才已經 周議員都多番說的 是不能政治 宗教等等的因素 還需要有法庭的把關 我們相信這個是整體的一個配套 是去讓我們這個司法秘座可以做得到 這個修例是不是解決中國的這個辦法 即是不會是不修例的話是不修例的 我們過去一年其實跟局方都了解過 理論上如果沒有一個修例的話是做不到的 因為如果真的做得到 我相信特區政府也絕不手軟去做 因為這件事確實都是 大家關心 而且大家都很希望公義得到將來的 即是我不相信特區政府有法例 而不去用 而是真是經過了這一年 很努力 各方很努力去想辦法 在一國兩制的框架 容許底下 他希望找出一個位置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也有一些的意見 最關心就是內地方面的一些涉及政治犯 雖然剛才虎萊也有說過 都不能夠涉及政治的事件 但是其實如果有關的案件 都未必是用一個政治的罪名 去對這些所謂接觸人權的一些人事 如果他們是涉及一些經濟上的犯罪的話 你可能都會在安排之下 都會被移交的 其實會不會擔心這一個 會是一些人尋求通過的一個阻力 我相信阻力是存在的 但是正如剛才說的 那個保障 即是那個保障 是比以往是有增加 沒有減少的 包括剛才都多番強調 不能是因為政治性質而移交 而提出移交的地方 也都要提出在香港有相應性的罪行 簡單來說 香港都要有這些相應性的罪行 經過法院的把關才能夠完成那個移交 所以我們相信這個都是一個平衡 因為畢竟我們不想有任何不幸的事件發生 是不是這件台灣的香港女子被殺 我真是很冤枉的 大家想想 如果因為這樣而移交不了 而不能夠在台灣審理 其實對於家屬 或者對於香港人 以致台灣人 都是公義不能彰顯的 其實其他地方都是一樣的 我們相信這個把關都是平衡了各方的擔心 因為香港法院始終是幫忙我們在霸關 好 那我想我們的提問就去到這裡了 好嗎 希望大家幫忙 給家屬有空間 那我們先走了 好嗎 好的 好 你再一下一下